小萱 哇 你今天好漂亮啊 准备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那我们这就下去 走吧 哎 收等一下电话响了 喂 啊 行 我这会儿 在山上 好的 我待会儿下来说 好的老婆娘 好好好 怎么了张哥 怎么了 就上次这个 我卖车的那个地方吗 那个老婆娘我打电话 说下去 找我说点事 没事 他该不会要把车给卖了吧 小萱你不用不用耐心这么多 走吧咱们给阿姨打个招呼 咱们就先走吧啊 没事没事你不用不用多想啥 他可能就过你要点正常别的事情 我们都是朋友啊 好走 阿姨哎 我今天就和小萱两个出发了 来你们的楼上满点啊 好的 那你平时在家里这些重活你也少干一点 好 谢谢 啊 注意保暖啊 这最近天气冷了 别弄感冒了 好 嗯 那小萱 那我们就走吧 那你们都满点啊 好好好 能走啊 嗯满点啊 嗯 好好好阿姨嗯 你也注意身体啊 晚点啊 拜拜 嗯拜拜 小萱 嗯 要不你现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过去看看一会过了 张哥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看他刚刚给你打电话 好像挺着急的 没事 我自己去就行 你不用担心 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行这里也挺冷的 嗯 那你待会跟我去了 从旁边等我 不要多想啊 嗯 好坐 老板娘你好 你好 小萱 你先在这旁边先坐一下 我和这个姐姐说点事 来 后面说 谢谢 大叔弟弟来了 不用那么客气 姐不用那么客气 你坐 哎 这事 哎 我就是想问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也挺为难你们的 这个事情 上次我跟大兄弟说了 前段时间不是发生一点事吗 自己有点紧张 所以把车卖了 就是因为你们的事 现在我天天跟他真的很不愉快 我说要去把车卖了 他不让卖 现在我跟他两个老师吵架 就是为了你们这个事 不好意思 搞得你们家庭不和睦 嗯 你说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吗 嗯 那你遇到合适的买准 你就把这个车子卖掉 我上次跟我这个大兄弟也这样说的 嗯 呃 反正谁的生意都是都是做嘛 对不对 那把生意难到自己的兄弟名下 你看现在是连关相似了 我也没办法 我们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 我们需要也是也很困难 你知道吧 你理解这方面吗 我能理解 你能了解吗 我能了解 啊 请你理解我一下啊 就因为这个事情闹着你们家里 不和睦 我深感抱歉 嗯 呃 那是这 呃 你看这合适的买准 你把车子卖掉 呃 兄弟这边回同我跟他说 他也是顾虑 咱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那行吗 嗯嗯 那行这样 我再给你10天 10天之内你看看怎么样 反正都是人情弯也要有嘛 我们也很困难 就是相互理解一下 呃 行没事 呃 你遇到合适的买准你就直接卖 10天之内要是我自己凑够的话 我就把车输回来 行好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那那是这 不好意思 哈哈哈 确实不好意思 嗯 这一天天的确实不好意思 行 那等这个 我闲了改天有空了 叫你和大兄弟 我们去聚一聚 好 啊 好 不好意思啊 好的 那我有事我先忙我先走了 好的 好的 走吧小月 嗯 走了啊 好的 嗯好 张哥 咋了小月 对不起 是我年累你了 哎 小月你怎么又这样想啊 张哥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能帮到你 我真的很开心 嗯 不要多想了好不好 可是这个车子怎么办呀 哎呀 车子 如果万一卖掉了 那就让它卖掉吧 反正就有代步工具而已 而且它已经很旧了 小安正 嗯嗯 现在你也工作了 嗯 那你就 沉下心来 好好学习 咱们以后 好好工作 好好挣钱 挣去 能买个更大更漂亮的车子 你看好不好 嗯 嗯 那你就不要多想了 好不好 好 那 这是 你的房卡 昨天休息 咱明天还去杭州了 还有真事要办 嗯 不要胡思乱想啊 嗯 嗯 我去住隔壁的 有什么事情 给我打电话 好 好 那你早点休息 嗯 你也早点休息张哥 好的 晚安 晚安 睡啊 还站着干嘛 好 晚安 张哥 嗯 有什么事情打我电话啊 嗯